厄巴迪亚书 厄巴迪亚所见的异象 主耶和华指着以东这样说 我们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了一个信息 有一位使者被派往列国去说 起来吧 我们起来与以东征战 看啊 我必使你在列国中成为弱小的 你必大受藐视 你心中的傲气欺骗了你 你这住在岩石的隐秘处 居所在高处的 你心里说 谁能把我拉下地呢 你虽如鹰高飞 在星宿之间大窝 我也必从那里把你拉下来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窃贼若来到你那里 强盗若夜间来到 岂不会偷窃直到够了呢 你将会怎样被灭绝 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 岂不只剩下几粒葡萄吗 以扫要怎样被搜索 他收藏的宝物被搜查出来 曾与你结盟的 都把你送到边界 本来与你友好的 却欺骗你 胜过你 与你同袭的 在你脚下暗设网罗 你却不晓得 耶和华宣告说 到那日 我岂不从以东灭绝智慧人吗 岂不从以扫山除掉聪明人吗 提慢啊 你的勇士要惊慌 因此在以扫山上 人人被杀戮剪除 因你对兄弟雅各行强暴 你必受羞辱 永被剪除 外地人劫掠雅各财务的日子 外族人进入他的城门 为耶路撒冷抽签 那时 你竟袖手旁观 甚至好像他们中间的一份子 你兄弟遭遇祸患的日子 你不该看着不理 有大人被灭的日子 你不该幸灾乐祸 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该张口狂傲 我子民遭灾的日子 你不该进入他们的城门 他们遭灾的日子 你不该看着他们受苦 他们遭灾的日子 你不该抢夺他们的财物 你不该站在岔路口 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人 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该把他们生还的人交出来 耶和华的日子 临近万国了 人必照你所行地向你施行 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 你们怎样在我的圣山上喝过苦杯 万国也必照样不住地喝 他们要喝 并且要吞下去 他们就不再存在了 但在西安山上必有逃脱的人 那山必成为圣 雅各家必得回他们原有的产业 雅各家必成为火 约瑟家必成为火焰 以扫家却向碎街 被他们焚烧吞灭 以扫家再没有生还的人了 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 南地的人必占有以扫山 低地的人必占有非利士人之地 他们必占有以法连的田野和撒玛利亚的田野 变亚敏人必占有激烈 被掳到哈拉的以色列人 必占有迦南人的地 直到撒勒法 被掳到西法拉的耶路撒冷的人 要占有南地重城 必有拯救者登喜安山 审判以扫山 国权就属于耶和华了